為日曆開始 台北市的U-bike 增30分鐘開始免費了 也不過有人煩惱會找不到車 也有人說可能用腳踏車來代步 台北市長也說 今年國國會增加6000台車 增加調度人力 要讓記車輪維持90% U-bike的站點這麼多 做就這麼方便 這麼多人都很容易騎 台北市長 今晚我們進入散步 U-bike有夠增30分鐘 免費的優費 將會自2月2月開始 有名眾說以後會哭路騎腳踏車 嚴股有人擔心 找不到車的情形會更嚴重 有 可能這邊會比較嚴重 就人比較多的地方 一個月一兩次會遇到 租借站沒有車可以借 像我如果這邊要到向山 其實也蠻近的 可是走路又有一點距離 那如果有能夠騎一個腳踏車的話 也蠻好的 尤其未做到理工三空 台北市檢測40% 還有 立地運輸使用率70%的目標 由北戶亞港部機動 確診規模的機會 因為並且擔心沒有車趟 就進行 今晚我們說會確診規模 降臨人會繼續減顧 每一個站點做就進行 我們車輛的增加在今年我們就會增加6000輛公館附近這邊的建設率 有時候會不到90% 所以這都是我們接下來增車會優先投放的站點 台北市政府這邊跟我們有建立一個監測平台 針對場站做主戰的建設率的監測 到2月28號為止我們人力的部分 在台北市是266位 針對從台北市政府過問題的批評 由北戶動作的設計是希望交通使用不是休閒使用 若是中市府要解釋政策金免費一定會有一個政治論順 今晚我們說每一項政治在推出的時候都有政治的問題 這項檢測是現在全世界的出世 台北市更加應該做 記者綜藏部都